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色的服饰,提起民族,大家心目中就会出现辫子头和骑头,提起蒙古族,就会浮现出跑马的汉子。 那么说起大和民族,大家心目中是不是会想起和服,说起和服不得不提的,就是女士和服后面的那个小枕头。 想必除了小编,还有很多人都对她十分好奇,那个所谓的小枕头其实并不是一个枕头,而是由腰带和蝴蝶结发展而来的。 他们的服饰本来是没有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个枕头的,而只是平枕的衣服,在腰间有一根腰带而已,所谓的枕头都是从别的地方发展过来的。 中世纪时,有传教师到他们那里去宣传,他们发现传教师们传的大袍子在腰间会细有蝴蝶结,他们觉得很好看便学了去,再加上他们受朝鲜的影响使用的是宽容带,便会有一个很大的结在腰间。 日子久了,这个结越来越大,最后使得妇女们在低头看时,几乎就看不到自己的脚了,很不方便行走和干活。 当然,日本女性最重视的还是自己的身材曲线,腰间的这个大结严重地,影响了他们的身体的落膜,完全无法凸显他们的腰部线条。 于是乎,这个结就到了后面,慢慢的这个结最后就发展成了小枕头,一般来说是没有人会往里面放东西的,但是发展到今天,大家越来越重视实用性,很多人会在里面放一些隐秘的小物件。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,女子的那个地方,只有关系很亲密的人才可以触碰,所以放在那里的东西很安全,也不会被人看见。 因此,有女子会在里面放一些卫生巾,避孕套之类的,既方便又隐秘,那个地方属于女士和服的秘密。 除了那里,和服还有好几处秘密,整体来看,于是和服给人的感觉像是裹得很严实的一块部,但又为什么在脖子开口的那个地方显得失温大方呢? 这都是因为日本男人的批号和日本女人的身材,日本女人大都身材矮小,腿很粗,短,长长的袍子可以遮住这一缺陷。 而日本男人尤其喜欢女子的脖子和后背,因此以男为尊的日本文化,也在服饰上体现了这一点。 一件合格的女士和服,必定会有很适当的开解,尤其是在脖子和后背处,她会完美地露出女性的脖子,若隐若现地感觉出女性后背的肌肤,这种风格让无数日本男人欲罢不能。